35%军队凭空消失 普京还能撑多久 爆料病重的普京正失去对军队的控制权 乌克兰谈判底线曝光 大咖介入斡旋 乌克兰尝试撤出英雄门 第三航母集军攻传中共海军加快造舰速度 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5月7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莫为独报 我是Cherry 俄乌战火迈入第三个月 尽管俄军将重心转往乌克兰东部南部区域 但严重的战损加上长期的资源补给医疗的不足 目前入侵俄罗斯的军队 动不动就陷入停滞或受阻的境地 有分析指出 虽然5月9日胜利日是俄罗斯对内对外大肆炫耀武力的机会 但在战场损失和经济制裁压力下 预计出席今年阅兵仪式的俄军 规模大幅缩减近35% 令这项活动让俄罗斯总统普京受到屈辱 更让外界质疑 这场入侵战争普京还能撑多久 美媒福布斯的报道 援引专家分析 根据俄罗斯目前公开的资料 今年将有25款共131辆地面作战再聚参与胜利日阅兵 远低于去年的35款共198辆 在至少损失超过600辆各式战车后 俄军T-80主力战车的10辆编队 今年直接消失 步兵战斗车总数也锐减50% 大部分火炮系统干脆失去了踪影 只剩下旧式的武器装备撑场面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 无论俄军T-14主力战车 或VPK7829轮式步兵战斗车等新型武器装备 数量都与去年相同 并没有进一步的增加 这意味着俄罗斯在经济制裁下 军备现代化的进度正严重受到阻挠 此外 在乌克兰战场出现严重损失后 今年俄军仅会有15架直升机参与阅兵仪式 而且今年担当固定一击表演的主力 竟是老旧的米格29战机 总数达16架 是去年的4倍之多 而据称在乌克兰多次遭到击落的苏34战斗轰炸机 则完全失去踪影 上述种种迹象表明 今年胜利日阅兵将暴露俄军 损失惨重 国防工业能力摇摇欲坠 而为转移注意力 普京与俄罗斯高层可能进一步散步 事件末日等威胁言论 借尴尬的阅兵仪式 指责军方 甚至效仿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 以军力不足为由趁机正式宣战 与全面动员等 此外随着俄乌战火迈入第三个月 为了维持入侵 俄罗斯每天都需要高达9亿美元的战争开销 而且这还不包括各国制裁所带来的经济损失 目前俄军缺兵少装备的现状 也在战场上体现出来 美国武将大楼的高级国防官员 发布美国关于乌克兰战争的最新战报时 表示入侵的俄罗斯军队 目前动不动就陷入停滞或受阻的处境 英国国防部也表示 尽管俄军派出多辆T-90M战车 至乌克兰战场 但没有其他部队的支援 俄军的先进部队遭到重大损伤 加上各国的制裁 让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重整 在乌克兰东部南部区域 俄军侵略的攻势已经有所缓解 据最新的消息 乌克兰哈尔科夫北方区域的俄军 正撤退回边境区域 而顿巴斯与19亩地区的俄军正在溃散 相反 乌军正在缓缓地收复被占领的城镇 乌俄2月底爆发战事后 俄罗斯总统普京曾一度下令 俄军和威慑部队进入高戒备 让外界担心俄罗斯是否会动用核武器 更有传言称普京得了癌症及帕金森视症 对此 英国媒体最新爆料 由于普京病情严重 即便他亲力动用核武攻击 俄军指挥官恐怕也不会执行普京的命令 据英美《每日邮报》报道 随着俄军作战陷入困境 俄罗斯诉诸核武的可能性提高 上一周 俄方几乎天天都通过官媒放话 称将通过核武海啸 彻底摧毁英国及爱尔兰 不过 曾获欧洲调查新闻奖的资深记者格罗泽夫 最新爆料 倘若普京下令俄军出动核武攻击乌克兰或西方国家 他们的最高指挥官们恐将无视命令 因为俄罗斯许多领衔的军事国安官员及寡头亲信 都认为普京已奄奄一息并入膏肓 格罗泽夫禁止接受乌克兰记者戈登访问时透露 我不会在没有获情报的情况下谈话 但我知道普京身边最亲近的寡头圈声称普京生病了 此外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所在地的卢比杨卡 大约一个月前向各地的联邦安全局负责人寄出了一封信 上面写道 若是你听说普京罹患了严重的病 我们坚决要求您不要理会 而这也让外界认为信件的内容是在说反话 格罗泽夫认为 普京奄奄一息也好 病入膏肓也罢 这些都不重要 重点是他周围的人是这么想 这种情况正改变普京身边的人 乌克兰总统泽雷斯基当地时间7日表示 乌克兰与俄罗斯谈判的可能性仍在 但兴决条件是俄军必须撤回攻入乌克兰之前的阵地 泽雷斯基表示人民选他当总统 不是要他领导某种迷秘乌克兰 中央社引述英国每日邮报消息 乌克兰总统泽雷斯基7日通过视讯 在英国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主办的座谈中表示 俄罗斯正在摧毁乌克兰所有桥梁 但我想并非所有桥梁已被摧毁 暗语双方仍有和谈的机会 据泽雷斯基说 为了让杀戮停止 有必要安排协商 并利用外交管道收回乌克兰师徒 不过泽雷斯基又说 谈判的前提在于 俄军必须撤回截止2月23日的公估前阵地 泽雷斯基表示 俄军必须退回去 如此一来 我们才能用平常的方式开始讨论问题 不过BBC的报道指出 如果依照泽雷斯基的说法 回到入侵前的状态 代表可能乌克兰不再坚持 克里米亚主权的问题 乌克兰总统泽雷斯基7日表示 越来越多的平民从被炸毁的亚素钢铁厂撤离 乌克兰正在进行外交努力 以坚守在马里乌布尔亚素钢铁厂内的乌军战事 泽雷斯基透露 有影响力的中间人 有影响力的国家已经借助 综合报道 马里乌布尔是乌克兰 濒临亚素海的战略港口城市 在过去长达10个星期的战争中 马里乌布尔经历了破坏性最大的轰炸 苏联时期庞大的亚素钢铁厂 是马里乌布尔最后的据点 乌克兰士兵仍坚守在这里 目前还不清楚还有多少乌军留在钢铁厂内 此前乌克兰守军誓言不会投降 至今俄军人无法拔去亚素钢铁厂这个眼中钉 此前克里姆林宫多次要求 厂内的乌军亚素军团守军投降 但其指挥官普洛科潘科 5日通过和妻子通话时重申 乌军不会投降 并誓言抵抗到底 此前有报道称 俄罗斯庆祝为国战争胜利日临近 俄军一直试图拿下亚素钢铁厂向普京献礼 并准备5月9日在该城庆祝胜利 近来中共海军下订单购买高端钢材 引发诸多中国军事观察家的揣测 解放军将打造舰身更大速度更快的护卫舰 以配合即将完工的第三艘航空母舰 中央社7日引述香港南华早报消息 今年3月间 位于广东省广州市的黄浦文冲造船厂公开招标 以购买超高强度的结构钢 并著名交货日期是5月20日 消息指出尚不清楚 文冲造船厂下定的CCSB结构钢板有多少公吨 文冲造船厂是中国传播集团的子公司 该报道还指出 若干军事评论员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讨论并揣测 这笔订单可能意味着即将开展一项工程 也就是打造健身更大速度更快 而且是多用途的升级版054A型护卫舰 并且更适于在公海执行战斗任务 消息说 虽然中共当局尚未公布这艘新型护卫舰的价格 但是也有人在微博发文说 054B型其实就是一艘小型的055型驱逐舰 据猜测 这艘新型的护卫舰可能超过6000吨 并且采用与中共第三艘航母相同的 整合电子推动系统驱动 外界估计 在上海建造的中共003航母 采用了电子弹射等技术 研发周期可能较长 但相信有望在今年秋天下水 另据日本共同社6日报道说 中共航母辽宁舰及战斗群 近日出航至太平洋海域 连续三天实施了舰载战机和直升机的起降 这据称是解放军近年来最大规模的航母舰队 军事专家认为 随着万吨级南昌号驱逐舰与辽宁舰 搭配日益成熟 解放军航母战斗群的长距离攻击能力 渴望出现突破 就在几天前的5月3日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 在谈到中共计划以武力攻打台湾的企图时表示 习近平已经设定了一个目标 要他的军队在能力方面做好准备 那不是说真的要入侵 而是要具备占领台湾的能力 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中共是否能真的实现这项军事计划 还有待观察 米利还表示 但无论中共是否能具备那样的能力 那都是一个目标 2027年必须记住这一点 大家好 我是粤语主播Serena 我们漫威TV最近开了一个全新的粤语频道 用广东话和大家一起看世界 粤语频道将会在星期二至星期六持续更新 我们新频道的连结就在下方 欢迎各位订阅和赞同我们的新频道 好了以上是本期万维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